嗨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吉哥 現在是上午的10點鐘 照理講白天的日光應該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光源也非常棒 那現在是一個大晴天 外面的光線非常好 所以我們就有室內打燈 然後透過外面的光線進來 其實我們就有一個很棒的光源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影片是使用A73 搭配SINGMA 56mm F1.4 然後我們A73的設置是ISO320 然後這個快速度是八十分之一秒 所以你現在看到是用自然光的 這個方式來拍這個影片 應該畫質會蠻不錯的 因為56mm F1.4這顆鏡頭 本身畫質就還蠻棒的 而且還蠻銳利的 那沒有打燈的情況下 你覺得畫質如何呢?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來測試一下 我們使用Aputro 120D的這個燈 打出來之後 然後再跟這個影片做比對 你可以看一下整個畫質 還有整個的一個顏色 會有多大的差別 好那你現在看到的影片的片段呢 我們一樣A73是使用 剛剛你上面看到的數據一樣 ISO320快速度八十分之一秒 然後鏡頭的這個光圈呢 用在A.4 那由於不同的就是我們使用一盞 i2.4的120D這一盞燈 我相信應該會跟剛剛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在整個畫面 尤其是我的臉上 這個膚質的呈現 還有整個一個影片的柔和度 剛剛透過自然光的色澤呢 很不錯喔 對真的非常不錯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的臉呢可能有點太過銳利 對當然銳利不是壞事 但是對於一些女朋友這次講的話 銳利就代表說她臉上一些很斑啊 或者是紋路啊會很清楚 所以女生不會喜歡太銳利的這個光園 但是透過一盞這個燈打過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整個畫面就變得柔和了 尤其是我的臉 這個膚質應該有所提升才對 所以呢有一盞燈跟沒有一盞燈的話 就算你的光園很充足 如果你有燈打下去的話 整個的氛圍還是會很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 一個簡單的比較 讓大家可以有所體會 有燈跟沒燈的差距 那如果情況允許的話 我還是會希望你去買一盞燈 對於你影像拍攝的話 真的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有燈跟沒燈的一個最大差別 祝大家今天一整天都有心想事成囉